当地时间1月17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比都出席缅甸总统温敏 在总统府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习近平在缅甸总统温敏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第一副总统敏锐 第二副总统亨利班提玉等陪同下 步入宴会厅 军乐团奏中年两国国歌 温敏至此表示 习近平主席将缅甸作为新年首访国家 缅甸人民深感荣幸 缅甫感谢中方为缅甸和平与发展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缅中两国始终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致力于发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相信习主席此访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祝愿习主席访问圆满顺利 取得丰硕成果 习近平在致辞中 首先感谢缅甸政府和人民 给予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排 习近平指出 回顾历史 两国包拨情谊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历久弥间 贵在双方始终坚持心意相通 真诚相交的包拨情谊 坚持风与同舟 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 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方针 展望未来 双方要以中缅建交70周年为契机 携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开启中缅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坚持做同舟共济的好邻居 继续本着牧林友好精神 为两国人民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更好环境 要坚持做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新形势下继续携手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 坚定支持彼此重大关切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要坚持做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推动中缅经济走廊进入实质建设 为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要坚持做心心相印的好包拨 得民心顺民意会民生 把中缅友好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相信在新的一年里 中缅两国将继续守望相助 携手共进 开辟国家发展新局面 书写中缅友谊新篇章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